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翔 如果你現在正在考慮要購買三星 A 系列 那麼或許可以再緩緩 當然如果急著買 卻又不知道該怎麼從眾多 A 系列手機中做選擇 今天可以看一下之前所做的通則影片 不過為什麼說可以再等等呢? 因為近期不斷有三星 A 系列新機的消息被流出 尤其是 Galaxy A54 這一款新機 而如果依照往年的發表時間 確實 A 系列新機也快要現身了 那麼究竟所流出的訊息是什麼? 趕緊來看看吧! 首先我們先看到外型 從知名爆料者提供的圖片來看 這次 Galaxy A54 的正面 一樣採用歐極限全螢幕 不過機背的鏡頭設計上則有較大的變化 可以發現這次直接拿掉的鏡頭面板 讓鏡頭整個裸露在機背上 從側面來觀察 會看到一顆一顆凸起的鏡頭 不過這也不是三星同一次使用的設計概念 因為在2021年的 A32 5G 就是採用這樣的設計方式 當時則被稱為豆豆機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但是這次的 Galaxy A54 概念圖 看起來比較簡潔一點 原因是只保留下三顆鏡頭 第四顆景深鏡頭 據傳將會被移除 至於正面以及背面的外觀 依舊維持上代平面化設計 邊緣處看起來都較為平整俐落 不過邊框還是有導入弧度修飾 有助於提升手感的舒適度 而在機身側邊配置 一樣具備了電源鍵以及音量鍵 從這邊也可以推斷 安全辨識會繼續採用光學式螢幕下指紋辨識 不過SIM 卡的位置則從下方改成上方 另外從概念圖來看 底部多了一顆收音麥克風 預計可以帶來更多樣的收音效果 那麼其他規格的消息 目前並不多也可能不是這麼正確 不過還是可以讓大家看看 像是在機身尺寸 基本上整體差異不大 但寬度變寬了一些 不過從機身尺寸跟螢幕大小來看 這部分當作參考就好 至於材質目前也沒有太多的資訊 但防水防塵肯定是有的 接著螢幕尺寸從流出的資訊來說 預計會搭載6.4 吋 Super AMOLED 螢幕 比起 Galaxy A53 還要小上 0.1 吋 解析度則會維持在 Full HD Plus 同時也具備了 122 吋的螢幕更新率 但是否會加入其他的技術 比方說透過動態更新率 藉此來節省電力 這部分也都還沒有消息 至於音效方面 預計一樣會保留雙喇叭配置 耳機孔目前看來依舊是沒有的 其餘技術則跟上一代差不多 不過根據爆料者的 3D 渲染圖來看 Galaxy A54 可能會具備三組收音麥克風 這有助於讓錄音效果上更多樣 而在主相機規格中 比較明確的應該就是主要的廣角鏡頭 目前傳出將會使用 5000 萬畫素的感光元件 這比起上代的 6400 萬畫素 雖然要少上一些 但是傳出將會採用更好的感光元件 外面的猜測可能會使用上 跟 Galaxy S22、S22 Plus 相同的廣角鏡頭 至於其他鏡頭 則一樣會保留下超廣角鏡頭以及微距鏡頭 畫素目前則不太確定 但可能會跟上代的畫素一樣 不過景深鏡頭則是選擇移除 如果整個消息屬實 比較可惜的是沒有加入望遠鏡頭 那麼在硬體規格 系統方面則會搭載 Android 13 並預計會採用自家最新的 Exynos 1380 八核心中介處理器 而其他主要配置 像是記憶體、儲存空間 目前沒有太多的消息流出 不過電池可能會稍微較大到 5100mAh 而充電速度 我想應該是會維持在 25W 以上就是三星 Galaxy A54 的一些流出資訊 雖然目前規格還沒有太多的消息 其中的消息也不是這麼的正確 但如果從過往的經驗來看 這位爆料者對於手機外型的消息 都是非常準確的 因此 Galaxy A54 有極大的可能性 會以這樣的外觀出現在大家的面前 不知道大家對於這次的外觀 有什麼樣的想法嗎? 別忘了在影片底下發表你的看法喔! 想要持續追蹤的話 別忘了訂閱頻道並按下提醒鈴聲 才能隨時收到通知喔! 另外也可以到我的Facebook、IG專頁按讚 那我們下次再見!掰掰!